伊颖放逐太甲,太甲是汤的孙子,是商朝第四个君主,伊颖是商朝初年的宰相,曾帮助汤打败夏节,所以很获得汤的信任。 汤死后,伊颖辅佐外秉,众人两个亡,掌握了很大的权力,伊颖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,据说夏朝末年,东方有个小部落,叫有申,有一天,那里的一个采桑女到桑林里,忽然听到婴儿的啼哭声,她寻声找去。 发现一株老桑的树洞里有一个小娃娃,这个采桑女就把娃娃抱起来,去献给她们的酋长,酋长就把娃娃交给她的厨子抚养,这个娃娃就是伊颖,伊颖长大后,也做了厨子,烧得一手好菜。 后来,商汤到东方巡游,到了有申部落,喜欢酋长的女儿,便要求娶回做自己的妻子。 那时伊颖正想投奔到商汤那里做事,于是趁着有申求长嫁女的机会,自愿做陪嫁的臣子,跟着到商部落去。 伊颖陪嫁到商汤那里后,还是做厨子的工作。 她背着顶锅,抱着菜板,把她烹调的技术尽量发挥出来。 果然,伊颖做出的菜肴很合商汤的胃口。 汤就召见她,她就急着机会说出自己的报复。 汤很欣赏她,就重用她。 到了太甲当天子,天天享乐。 不管国事,伊颖就把太甲送到一个教童的地方。 过了三年,太甲承认错误,改过自新。 伊颖才把她迎接回来。 太甲复位后,专心治理国事。 使商朝国事强盛,追根完成。 这都是伊颖的功劳啊。